弄好了哈 上课 必须给他 上课 对 必须给他上一课 狠狠上一课啊 蒜都吃完了 一盆的蒜都吃完了 我去 哎 你好 美女 再给我来一盘蒜呗 再给我来一盆蒜 哈喽朋友们大家好 大胖 哈喽 我是猴哥 猴哥 今天带你去hold个羊毛哈 拳头一样大的生蚝 八十九一味 生蚝自主不限量哈 还有大虾啊 给老板上一课就好吧 没有问题 活生生 活生生给老板上一课啊 走啊 多拿点猴哥 对 一冰箱都是我们的 走 上课去 就这一开始已经迷雾了 迷雾了 继续生蚝不限量 来 开走 下锅 下锅就热了啊 嗯 帮着你一块下 给它摆的摆的好看点 摆的一排一排这样烤得快 生蚝已经下锅烤了哈 这有清蒸的 有两种吃法 来吧 哎 帅哥 这个清蒸的再给我来来打呗 哈哈哈哈 我得赶紧把这料加完哈 我哥吃上了不行了 诱惑到我了 几十块钱之后才能实现生蚝自由 能实现姜达谷自由 还有大虾也能自由 诶 我咋发现我今天帅了一点呢 是吧 姜达谷 嗯 嗯 感觉像是刚滷出来的一样 这边好吃 而且肉超多 哇 你好美女 姜达谷再来一盘 再来一盘 啊 谢谢 这个生蚝熟了 真的再烤下去就老了 来后哥先给它夹起来吧 你夹起来 蒜蓉放早了 不会 刚好你信我 专业的我告诉你后哥 哈哈 熟一锅再放一锅 这样速度快一点来 上课的节奏咱们得跟紧了 不要停下来 帅哥给我们四双筷子呗 对 你想看一下我的手手厉不厉害吗 好吃吗 费劲是吧 老逮了 哦 太烫了 嗯 老鲜了是吧 真鲜 我跟你说这 这边是汤 对 特别鲜 我去 是 这边是 坚哥来个 超好吃 来吧 没没 是不是 来 没事 也能生吃 啊 好吃吧 超新鲜 超新鲜哦 你说今天是不是能把老板吃死 把老板吃哭晕在厕所呢 哦 这一口汤汁才绝了 这一口汤汁才绝了 哇 谢谢 给他们一人一个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哈 这一盘 呀 哈哈 好吃生的是吧 你再烤一下 这个也是生的 这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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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绝对生我来 就这个烤的速度哈 压根不够咱俩吃 真的 太爽了 真的 一口桌 两个桌吃不过来的哈 根本烤不过来 已经吃完了 这个还还没熟 又烤好了一锅了哈 好艰难啊 巨下锅给他排好了 弄好了哈 上课 必须给他 上课 对必须给他上课 狠狠上一课啊 哇 老姐们 吃的时候你会怕烫的 这种鱼 这种鱼 这么快也掌握技巧了 哇 这个生蚝个头是真的没话说 嗯 哦 这个生蚝个汤 几十块钱做餐 你想你想咋吃都吃回本 真的 随便吃吃回本 像这么大个生蚝 你在外面起码不得六块钱一个 是吧 哇 嗯 嗯 嗯 这边汤汁绝了 在防水 嗯 这么大生蚝 你 收盐能到四 你锅了 啊 嗯 嗯 四个二十 二十 四个二十 这一排一百了 那我们那喝这一排就一百了 这个生蚝是真不小 你看一下 真的特别大 哇 这汤绝了 哇 哇 真的鲜 今天咱们也不用多 就当他一块钱一个 行不行 对 露它 哇 太爽了 又吃完了 再尝你吃一个 哈哈哈哈 嗯 嗯 太美好 真的美了 你看 两盘又吃完了 这这烟都还没冒呢 咱们的速度稍微有点快了 霍哥又好了一盘来 拍照啊 哈哈 哈哈 看什么 嗯 为什么吃这个生蚝好 永远吃不饱 你知道吧 因为吃完一盘 等这个得等个十分钟又饿了 你知道吧 而汤汁超别好啊 我超鲜好 哦呦好 好 吃着玩 说话会影响进度是吧 哈哈哈 哇 这个超大哎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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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 哎呦 嗯 哦 蒜都吃完了 一盆的蒜都吃完了 我去 哎你好美女再给我来一盘蒜呗 再给我来一盆蒜 嗯 蒜吃没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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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这 我来一盆蒜 怕先动的时候 哈哈哈哈 好 又来一盆蒜 哇 噓 你这晚上吃东西真不怕怕烫烤了 嗯 烤的五花肉也好吃 嗯 一盆蒜 一盆蒜 嗯 一盆蒜 嗯 百五花 一盆蒜 哈哈哈哈 你吃点水果 嗯 嗯 嗯 你这么等不及吗 还烫着了大哥 哎我去 你不吃吧 还好点 你去吃吧 你饿了 这球一会再吃 更饿 哈哈 满满的 堆满了都 嗯 嗯 哇 真鲜 我这 哇 嗯 老爽老爽 好啊 老得劲了 好 啊 那哪点啊 肯定不够啊 这个就是给自传老板上一个哈 一大路吃完了不够 再吃点饺子 哈哈哈哈 生蚝不够饺子来臭啊 嗯 嗯 来 哇 哦 哇 这汤真的 喝不得吃吗 呵呵 这个馒头看上去好 烤吧 来吧 你看到越吃啊 肚子越凉 嗯 越吃肚子越空 哦 真鲜的哦 哇 要是 真的太鲜了 嗯 这个全是吃完了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哈 喜欢大胖视频的 喜欢猴哥的 记得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哈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胖 一个让自己深深发生的男就是我 今天大胖来到了长沙了啊 一个无辣不欢的城市啊 来到这边太晚了 所以说今天晚上啊 咱们先将就一下啊 先交点外卖啊 废话不多说 电单啊 先来一份那个三斤多的小龙虾啊 再来一个烤鱼 再来一个蒜蓉粉 食生蚝啊 再来几只那个香辣蟹啊 再来一份必须长沙的特色啊 长沙臭豆腐必须得来一份啊 一只鸡啊 看有没有实意哈 先掰个腿尝一下 哇 呀 来第一口必须粉饰先吃哦 我去 我去 哇深夜吃这个摇鸡真的太爽 嗯 哇这个鸡肉还是用爆的啃的一点 嗯 哇这个鸡肉辣辣的哈 非常香 很嫩 连鸡胸肉都是嫩的 哇哦哎呀这吃也小太爽了 嗯 嗯 超多油脂哎呀但是超香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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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摇鸡也不经吃啊 一只没亮 这个头还是不要吃的啊 把脖子缩一下就好 哇 哇 哇 烧辣 爽 这个是三斤多的小龙虾啊 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三斤 尝一下味道吧 我超喜欢这小龙虾的味道 蒜蓉味道的 稍微带点甜味呢 我刚才那个太辣了呢 小龙虾蒜蓉的不辣 好吃 其实来长沙啊 小龙虾也是必吃的一道美食 而且个头都非常OK 鲜活的程度也是非常OK的 你看这肉质就知道了 是不是 可鲜活了 哇 看来那个鸡肉太辣了 哇 好烫 这个小龙虾一盆里边绝对没有三斤 你看吧 这下面还有年糕 嗯 嗯 这年糕很烙 你知道吗 好吃 这个好吃 不辣 长沙这个城市也是个无辣不宽的城市 你知道吗 来长沙怎么能不吃这个长沙正宗的黑炭 臭豆腐啊 哈哈哈哈 尝一口啊 沾点香草的汤汁 嗯 真臭的 其实 不臭啊 它外面是那种脆脆的 你知道吗 里边还香香的 真的 我今天去五一广场走了一下 你知道吗 吃了一份这个臭豆腐 还没有这外卖叫的好吃 说实话 嗯 你看 正宗的臭豆腐 我看一眼里边都是那种颜色了 你看 还不错 一口干 还有这个大杂蟹啊 尝一下 香辣味的 哎呦 看糕还挺多的 嗯 里边黄还不错 哇 这个辣味瞬间上来了 哇 我个人感觉哈 湖南长沙的菜啊 就是比四川辣 哦 哎呀 真爽 它这个螃蟹给你处理的还是蛮干净的 你看塞的那些都给你去掉了 嗯 嗯 其实大杂蟹哈 这里边那个壳也能吃呢 那边 这边你也能吃 已经脆了 那边全部都脆了 你看 嘎嘣 嗯 嗯 还蛮香的 我这里边配菜蛮多 哇 哇 好辣哦 这个烤鱼烤在外面焦香焦香的 麻麻的辣辣的 很入味 啊 就有点辣 大家先再来一口吧 哎呦 哈 哈哈 哈喽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哈 喜欢大帮视频呢 记得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慢慢的把它消化掉 拜拜 我也不知道 我今天有没有给老板上课成功 你们觉得呢 哈喽朋友们好大胖 今天来长沙第二天 开车700公里 听说长沙周长老板上不几个 今天我就要给你上一课 143一位海鲜火锅 什么都不限量 走 看看菜品就好 进来看了一圈这边的食材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鲜活的 一个活的都没有 这边的虾都是这种冰鲜的 还是这种熟鲜的 所以说 吃吃看吧 能吃多少吃多少吧 下锅煮了 但是好在什么 它这边有佛跳墙 这个佛跳墙不知道正不正宗 看一下 里面食材还是可以的 第一口粉饰先吃 这家自助餐 跟厦门的100多款自助餐 是没法比的 天差地别 这里一个鲜活的都没有 全都冰鲜的 那说实话 这佛跳墙还挺好吃的 吃海鲜之前呢 一定要吃点热饮 所以说我决定吃两份 它里面有鲍鱼 有排骨 还有一个 炸的虎皮状的那种鸡蛋 吃起来还是挺好吃的 它的汤汁很浓稠 而且 它里面有这种条条状 看似像鱼翅一样 其实应该是粉条吧 还有什么鱼翅100多块钱 就是它 总体来说 这个汤还是满满意义的 这个烤肉的颜色 跟脂肪的分布 还是非常OK的 直接下锅烤了 拿了一些烧烤串串 鸡蒸跟鱿鱼 来尝一下他们家厨师 烧烤的技术 鱿鱼烤的很嫩 香味也是够的 我敢断定 它是铁板的 它绝对不是烧烤的 他们家这边牛排也是不限量的 我都拿两块试一下 好不好吃啊 今天来到长沙的亚马逊住餐 不是我给老板上一颗 就是老板给我上一颗 不是老板把我拉黑 就是我把老板拉黑 只有这个 不可能打平手 你知道吧 这个鸡蒸 来哥 嗯 鸡蒸还是挺好吃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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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一颗 再一颗 好 行 嗯 光吃不到钱我就让老板上一个 嗯 这个大骨 嗯 嗯 这个骨子 很大胖吗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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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里面有两块排骨 一个鸡蛋 一个鲍鱼 一个香菇 嗯 这个应该说是 嗯 缩小板活得凉 来这种做餐厅吃饭哈 你想靠吃些虾回本不可能 牛排啊 活到墙啊这种熟食更容易回本知道吧 因为像这种冰鲜的虾号 它的冰鲜价格每斤只要十几块钱 不贵 你吃十斤才回本是不是 十斤哪里吃得下了 可能这种浮料墙速成的可能一份就二三十块钱 可能最容易回本一点 小朋友 浮料墙 旁边有个小朋友们用这种眼神看我 嗯 你觉得我能吃吗 那 知识菊生蠔 尝一下哈 刚才是那个厨师认识我是吧 大厨 今天我就来 感受一下大厨的手艺啊 嗯 大厨果然是大厨 知识菊生蠔里面水还这么多 我尝一下哈 哎 咸咸咸咸咸的还是可以 嗯 它这个生蠔的个头哈 别看壳挺小 里面的肉还是可以的 ok的 嗯 还挺好吃 哦 还好 这个知识菊什么哈 这个味道我还是前段时间才刚接受的 你知道吗 知识菊波龙 知识菊青龙 特别好吃 但是知识菊生蠔还是头一回吃啊 好吃 嗯 虾煮好了一盘哈 开照 看个头还是非常ok的哈 具体你要说看质量的话 其实就 很难以言辞了 很难以启齿了 你知道吗 第一口虾 粉饰腔吃 嗯 它冰鲜的虾哈 煮出来口感就非常的彩 没有一点鲜嫩的感觉 没有甜味 你知道吗 顺才 嗯 特别财 嗯 下这个 像这个海鲜周餐哈 你来吃吃烤肉 吃吃肥牛可以 但你要来吃海鲜的话 可以基本不推荐 你知道吗 因为 死的海鲜哈 对人体造成伤害不好 知道吗 好 今天还是吃那些比较鲜活的海鲜 那很多网友就问了 为什么你要吃呢 因为我煮下去了 必须得吃完 不能浪费 对 吃猪肉餐 咱们一定要吃完了再拿 因为这个虾 我在拿的时候 我就已经问清楚了 它是冰鲜的那吧 所以说 我是知道的情况下 拿的海鲜 所以我必须得吃完 嗯 嗯 烤肉好了 烤肉一定要烤到这种焦香焦香的 带点焦恶感那种的 一口吃下去 哇 哇 哇 那小妹妹一直在看我呢 哈哈 搞得好不好意思啊 看你后面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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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滋滋冒油 看到没 哇 哇 哇 哦 哦 哦好烤 哦 哦 我女生给我剥好的一盘虾哈 继续吃完 你看 无条件也吃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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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有拿下因为那个 嗯 哇 反正我吃回本书品了啊 哈哈哈 我尽力兄弟们哈 我尽力哈 哇 来超哥 选一个 牛排要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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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烤点 这个牛排好吃 啊 我感觉这牛排是还不错的啊 不知道你们觉得怎么样啊 嗯 好喝 嗯 好喝 我刚才整体看了一圈 这边自助餐哈 所有的菜品哈 定价是143 说实话 在厦门78就能吃到 撒谎不认啊 真的 哦 哦 牛排今天还可以 哦 哦 啊 吃自助餐哈 你就看整个自助餐下来 哪个出品最慢 那个就最容易回本的 这个牛排出品就最慢 它就最容易回本 说实话啊 记住 嗯 吃好的吃贵的 就挑最少的值呢 你不吃了 你不吃我的 好吃 你看煎的 还不错的 这个牛排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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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特别新鲜 虾子不是新鲜的 试试还想新鲜的 你想太多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牛排还行 再来快 他们都不吃 就莫来 嗯 哦 哦 我最喜欢那个鲜肠的硬质 嗯 很刺激 嗯 跟都过上就一样了 嗯 嗯 你会挑战一下 嗯 挑战一下 哦不然 哈哈哈 都自身我看不上 哈哈哈 对你们哈 嗯 好 其实他这个 这个鲍鱼捞饭 这个汤子哈 就是佛跳墙 这个汤子 特别浓郁 你知道吗 哦 里边还有一块小鲍鱼 嗯 超哥 超哥再帮我拿一份鲍鱼饭 哎 像喝西饭的感觉 我也不知道我今天有没有给老板上课成功哈 你们觉得呢 好了朋友们 这期视频拍到这里了哈 喜欢大方视频的记得留言关注啊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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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